火箭中锋的林车卡佩拉接受的Athletic采访,我上场的每一分钟都是自己正来的,卡佩拉说,我打好了,所以得到更多时间,即使我上场时间不多,教练要把机会留给其他人,这也OK。 我想败最重要的比赛,最关键时刻的时刻留在场上,我想和他们留在场上,每场比赛都很重要,在NBA你每晚都要做好准备,卡佩拉表示,明年自己要进全明星,难过,我当然认为自己应该进全明星上赛季,但我也没有抱怨,要保持稳定,我只有继续做好训练,明年我肯定会进全明星, 卡佩拉并不满足于只吃银和护框,他想增加中距离,想做联盟最佳中锋,当然,作为篮球运动员,为什么不,永远别说不可能,你要增加你的球技,卡佩拉还希望能练出德华特或华德那样的身体,我一直在练习力量,他很有用。 卡佩拉说,变得更强壮,得到更多时间,我想让自己留在场上,他曾拥有身体统治力,他一直保养自己的身体,做训练,统治对手,体型巨大,他是大个子。